做突左边 好球三分 这是今天最大的分差 又是巴特勒 上个赛季的巴特勒是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伤病的困扰 所以影响到自己的比赛状态 这个赛季从两场中国赛来看 觉得他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他这一点如果 拉开正7打1 这还是个联防 背身斩打 这不光打万员会也没少练 对 没人了 我看的是吹罚了犯规 现在是74比56 快船队还领先着18分 其实刚才最大分差到18分 现在也是18分 刚才我就最大 打球不中 但是篮本球又被快船队拿回来 这有可能还超过18分到20分了 对 这赛成队是格兰特希尔上了 班斯也上了 保罗给格雷分 格雷分飞起来了 多数 这是要格雷波斯 左手来报仇 刷篮吧 这真敢跳 这地板也敢跳这么高 我要是 我要是他 我就怂了 我多远远 这出声没有人物化 我昨天看了一个格里森的上赛季扣篮 各种扣 对 他的刀下鬼都是名流 什么波什 加索尔 帕金斯 在联盟中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扣那个谁 那个 那个 格雷斯基 就是 格雷分这属于谁狠 我就灭谁 我还不扣无名小卒 跳起来爱谁 我格雷分刀下不死无名的鬼 但是这啥球没有发正 75比56 19分的差距詹姆斯 突破造成了乔丹的犯规 詹姆斯在发射线上的时候 我们听到场边有球迷在喊MVP 确实受欢迎 马尔老 在你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你曾经被人喊MVP吗 没有 那时候还没对 我先替你回答 没有 这里分 分四个五度 看巴恩斯的三分球 三分球都被巴蒂尔抢到了 巴蒂尔在屏幕下方的位置 前插得很快 阿伦在大范尔转移给詹姆斯到篮下 好球 十分了 这是詹姆斯今天拿到的第十分 今天我感觉詹姆斯打的有点青毛淡血 终局没有机会 诶 这球没吹人吗 第一个没三分单 所以叫两招都不照 可怕你这拆的真够准 铁嘴直断 诶 这应该是热火队的犯规 就在中圈这块盘缓的时间太长了 给了对方强强的机会 迅速应该把球推进 对 这球犯规了 克尔在这还叫晃动 这节比赛里热火队的犯规也比较多了 之后再犯的话 对方就要走上发射线了 第三节比赛还有三分47秒 现在克尔在队是领先的17分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踩盘还是很注意的 地板上有水 赶紧叫球团过来 把水给擦干净 应该说打到这会儿 地板也磨得差不多了 没有上盘那么滑 还是需要注意 整体来是晨晨领防了 打底 转到底线 西尔的三分球 上不沾 对 挡手上去 还是更善于投三分球往里一步 或者两步这种突然 两边打的都有点乱 注意出头都会上 说说说 说了 那就是他 快船那边是保罗下了 布莱德索在冲球 球队的半场进攻组织并不是太好 热火队这边先发球员就剩下波石了 还是没紧 对 波石欧阳后面 还是没有 今天那种热火的那种预计算是下降 防守加强 突破就怕被挺住 速度一起来 就容易失误 带给特劳福德 热火队推人了 坏人 场边我们看到哈利尔森是准备上场比赛 我觉得上一场比赛 雷阿伦和热火队配合的还不错 因为他和詹姆斯波石是同时在场上 有一些关于詹姆斯和波石之间挡拆的配合能给雷阿伦出现很多的机会 但是刘逸森确实没有看到太多的亮度 赛季篮下哈利尔森 自投自抢 这近在咫尺的投篮 多增加俩篮板 就这表现我觉得球队应该留他 对 毕竟哈利尔森上个赛季在尼斯队还曾经一度是先发内线 就是 有块有个 而且还有具体性 他打球个篮 你没想到是一大摆 但是打球很积极 阿伦再拖 分底脚 有机会 巴蒂尔 底脚的三分球 好球 巴蒂尔今天的第二季三分球运中 当然在这三分球之后 还是15分的差距 好 可以算了 对 蜘蛛 今天咱们网友在微博上也说了 说现场有很多的演艺明星在看 是一般MD的比赛 暂停的时候会给镜头 会给场面演艺明星镜头 是谁转播的 问题要是美国同仁杂上 你太不知道冰箱了 有一个网友叫王小镇2011说了 说长城 长城上两沉水40块钱 真黑 好假活 好假活 他们不会是被坑了吧 外线出手 第三季比赛还有最后的45秒 最后的外线克尔在控球 克尔 哎呀 这两个人没有默契了 这球传的靠后 几秒钟 希尔 两个人打一个都比较乱 三打一的空间可太小了 奥多姆站的位置是比较的正确的 他站那让你这球员上篮也难受 传球也难受 刘伊斯 外线出手 好球 投进了 刘伊斯在之前尝试了两次三分球投篮 都是投的三分单 这次终于投中 六秒钟 克罗夫德 做犯规了 今天克罗夫德打得还挺新生的 是 有好多在常规赛比赛里 见他不怎么使 这都使不了 这是剩1.2秒钟是吧 是 是 你还好 多吗 哪里 是 这 这